我下来谈谈这个动态清零 动态清零一下整个大方丈没有改变 但是好像在中国到几个城市里面 开始进行一些所谓的放松 常态性的这个防控 今晚已经三年以来 全球总共五亿多人确诊 六百三几万人死亡 那中国大陆跟台湾呢 毕竟死亡人数多很少 都不到一万人了 那美国现在是最多一百多万人死亡 确诊了将近有八千多万人 这个申明你怎么样来看待这个动态清零 如果一旦在中国大陆放宽的话 如果死亡暴增的话 目前的医疗体系怎么办呢 申明 申明在吗 申明在 我没打开 就说放开是肯定的 死亡暴是怎么办 现在不会什么疑 就放开 我刚刚看到一个 就是北京飞机场也正在把那个预检的东西拆下来 有朋友刚刚写了一个就是终于跳火坑了 这是值得纪念的一天 就习自己有一个讲话 他说我们的方针再正确 如果不被群众理解 也难以观察执行 如果听众不听 那就先跟着群众走 群众跳火坑 你也跟着跳下去 就群众觉悟了 火坑里面爬起来 最终还是要跟你走 群众跳你不跳 感情关系就疏远了 你一起跳 感情上拉近了 工作好做了 这是习在浙江任上说的一句话 那现在可以说就跟着跳火坑 就这一次几个省市就是学生上街 包括一些市民上街 尽管规模并不大 但是比较值得去关注的 就我们上一次做节目的时候 就上个星期五 刚好就发生了这个事 那么我们看到就是基本上不封 也没有就是大规模的镇压 就是包括叫工长下台那个视频 至少在两天三天左右 在国内都看得到那学生 那以国内的封网的能力的话 那肯定是应该秒封的这种东西 他不封 那只能有一个解释 就是顺势而为 他本来就是试了几次 一试呢 就上海向躺平 没成功 被全国人民扶起来了 石家庄又躺了一次 那本市人民呢 又上街了 那现在刚好呢 有这些力量来反对 就是坚决要求清理 要求就是放开 群众上街叫口号 那他就是躺平而已 那防止的就是一个什么呢 将来死的人你别怨我 这是你自己要的 这就是他跳火坑这个逻辑 当然也不排除呢 顺便再抓几条鱼 就是放开一下 看多少人跳出来 但是大量死人之后会怎么样 基本上是可以确定的 死人之后呢 肯定接着骂 就反对派从来就会有理由骂的 那不骂的就不是反对派了 对不对 他存在的理由就在那 他的死命也在那 那无非呢 现在那是清零是叫不让人活 对吧 放开那时候你要我死 你不管我了 那就看死多少人了 那一般来说 大概50万是逃不掉的 尽管现在已经那个毒性放低了 我们看到的是上海 是千分之一 就感染率和那个死亡率 就千分之一 香港感染率和死亡率是千分之1.3 而这个病毒只要放开的话 基本上就人人感染 不要想要逃掉的 美国两个星期以前的 哈佛耶鲁和斯坦福大学 一个研究报告 就说美国至少是94%的人 感染一次 多次感染的2000多万人 那剩下的94%对美国来说 有3亿4千万人 就是3.2亿人 只有2000万人没有感染 那可能就是一个免疫性 极强的免疫功能 或者一些跟外界隔绝的 婴孩小老人 完全不接触人的 就是几乎人人感染的 大概是个定数 那中国放开之后 13亿人感染 就94% 按照千分之一的话 也得是130万 那中国现在又有很多 就是育苗的接种率 老人和小孩只有40% 那可能还会更高 所以现在他要注意的 现在在谈的 我想国内 其实就是放开之后怎么办了 无非就是三个 一个做好舆论准备 就是讲好故事 死了人以后 新的故事怎么讲 当然暂时一下的反对派的不大好 接着骂 你总不能 你刚刚要求放开 对吧 你回头又骂 就不顾人民死活 这总得要隔一下 但是你得讲好那故事 现在看起来没事 支持了几个人 北京第一个是92岁 第二个88岁 就大量死人以后 做好舆论准备 更重要的 就做好医疗准备 包括就是高危病床的准备 呼吸机的准备 第三后事准备 死了人以后 怎么腐穴怎么伤脏 现在要做的就这些事了 可以说他终于是开始放了 这一次我不认为他再会犹豫了 再犹豫可能也回不去了 但现在看到的 各地是很欢迎这种做法的 我只看到一个是 就是锦州 从设委出来反对 说他们已经就是封了这么久了 再有10天应该就会成功了 这样一放开的话 你就会 功亏一篑 所以不能 他是公开的反对的 但我觉得他也成不久 因为你不放 那就算你这次成功了 下一次呢 他还会来 所以放应该已经是个定数了 就放了以后怎么办 对习来说 我想他再优弱寡断 可能有一个道理他也想轻了 反正都是挨骂 我不如该干什么干什么 你清零要挨骂 你放开了肯定要挨骂 就不一样的骂而已 而且非常可能 骂声会来自于同一个方向 就同一批人 就他不骂的人 清零他可能也不会这么骂 会埋怨一下 要骂的人呢 清零也是错 放开也是错 就像当时的 那个网球那明星事件一样的 要叫呢 中共的元老 做出一个交代 他要是 不做交代呢 你会骂他 是蛇属于窝 大家在包庇他 他真要是出来就 交代了或者处理了他 那肯定有说呢 借这个 淘汰事件呢 就是消灭政敌 那都现成的话 就像两年以前的 墨益协定要签订的时候 20年5月 就是三年以前吧 19年 那当时 如果习签了那个东西 185页的东西 签了他就李鸿章 他要不签就是义和团 如果是右派骂他是李鸿章 左派骂他李鸿章 右派骂他是义和团的话呢 这个还比较好处理 至少有一队还站在你旁边的 在你身后的 而中国政治的诡异又在意 他会来自同一个方向 就像在香港乱的时候 我就看到有一个国内的 有一群人 他们在国内呢就支持了 坚决镇压 就不能放纵这种 而在香港呢 他们就支持了 坚决就是勇猛冲锋 我知道他们就完全就是同一批人 明治夫这就不讲了 反正他是几个人 就他以后面临的就放开以后碰到的问题怎么处理 肯定是放了这一次 我想博士你怎么看呢 是不是中国已经准备好放宽来 能够准备好接受死亡率人数的暴增吗 已经准备好了吗 我相信他们没准备好过去三年 没做好之后的公共卫生的发展 拓建改善 当然很多医院在过去三年 我们看到在增加这种编制 以及非编制的医护人员这种规模 这种招人都在 都在过去三年在进行 但实际上 中国这种 医疗资源短缺的情况并没有 在过去三年 其实基本上没有努力的去解决它 那么看到更更多的都是在做 预备方舱的建设 而不是说增加各种的医院的建设 增加每万人 每千人的病床数 医护人员的总体规模 增加整个医疗工作卫生的预算 进行医疗体制改革等等 过去三年其实是这种很宝贵的时机 被浪费了 包括疫苗的这种引进 有效疫苗的引进 我们也都知道了 最近很多的谈判都出来 我们都看到中国过去三年都耽误 浪费了这一点 这种一定要土法上马 大链钢铁 智力更生的这种 这种灭活疫苗 一直还是在中国是主流主要的一种方式 那这是第二点 第三 我觉得你们 哎呀 你们还在一直在谈反对派 在谈这些死亡率 你们真是在北美 真是我觉得有一点多少有一点 多少有一点赞的说话不要疼 我自己手上有一点小样本的数据 在过去三年一些地方 我现在没有大样本 没有足够多的数据 但是有一些 有一些可靠的地方的数据 我觉得还是很有代表性的 在过去三年的 死亡 很多地方的这些死亡的人数 死亡的规模 要比疫情爆发前高 明显高 那这是什么意思 就这些地方并没有报道说 他们因为新冠死亡 一个两个三个 这些也许有 但是我们知道三年很成功嘛 其实没有多少死亡 但是 在我们看不到的这种 民生的痛苦 我们还能感受到 那民生的痛苦之外 大量的非正常死亡的这种情形 其实是相当的高 我觉得这一点 各位在北美的各位 一定要看到 我们不能只是 在坐在堂语里面 来谈论这些问题 谈论死亡率 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 大家谈的这些东西让我想起 其实我也很 某种意义上讲 我也认同 假设各位谈的都是对的 那么让我想起 62年到63年的 当然实际上 一直到65年到66年的 这些世青运动 之前社会主义教育 从59年就开始 毛自己发动 但实际上是在 三年饥荒结束之后 同时 世青就开始了 那么这个世青 我们来 现在回顾世青历史 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 毛在世青当中 一直扮演着好人的角色 包括 这个福利桥经验 其实都在相对于刘少奇的 桃园经验 相对于刘少奇的那一套 包括陈伯达当时 也站在桃园这边 那么说 他们在这种 他们相对刘少奇 王光美那种 所谓的乱抓人 乱捕人 甚至是乱杀人的模式 就是毛是在扮演的 在三年饥荒之后 一直在扮演政治好人 这是很有意思的 我们要把这历史 要重新回顾一下 好 我的时间到了 我也等一下了 你们继续聊 很高兴 谢谢吴翔博士 郁文你怎么看呢 那个死亡人数 跟吴翔博士 谈得不太一样 你怎么看这个死亡人数 的报纸 郁文 郁文在线上吗 如果又不在线上的话 可能也撤了 可能 诶 航金 哦 应该有 他来了 郁文你怎么看待 这个死亡人数 如果现在暴征怎么办 刚才吴翔博士的看法是 中国到现在还没准备好 这个 如果 出身暴征的 你刚才说什么 抗议 暴征 人数 如果死亡人数暴征的话 中国还没准备好 吴翔博士认为 还没准备好 我觉得这个 其实这个 不大可能 去上这个死亡人数的 暴征的问题 因为 刚才这个 这个 信平非常 这个爱引用香港的 这个案例 我看到了香港 那个香港大社 这个京东宴 他有一个详细的 一个解答 英文一达的一个 就是说 就是这个 香港 所以有那个 到现在危机死了 一万 这个到一万人 将近一万人是因为 就是因为这个 这个六十岁以上 才不是八十以上的人 当时是 很多人都没打疫苗的 如果就是说 按照这个 那个京东宴教授的 解释 如果打了疫苗 之外 打了疫苗 如果又 包括加上那个什么 那个 有关这个 这种治疗的 这治疗的这个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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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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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要物的话呢 这个 那么香港的就是说 那个比例 就是说死人的比例 可能会降到 降到500人 也就是说 就从京东宴教授 那个一文一大 那个上乡的 强文来看的话呢 无叫做新冠 这个新冠病毒 这个对 他们到这个 现在的新冠病毒 对人呢 根本就是比 比流感 这个这个 这个 也很低 那最近我们讲 这个现在 广州这个案例 现在已经出来了 广州的官 我们讲官方现在已经公布了 十几万 十七万人只有四例重症 没有死亡 一路来看 我觉得从目前来看 加上一方面 我觉得不大可能 死亡有大量的人数死亡 暴增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 前不久的话 我们也看到了 中央政府 他准备给老年人 加重接种疫苗 这样一个文件 这是第一次 专门针对老年人 我们讲家长 疫苗接种的这样一个文件下 那么大家都知道 官方这样对某个事情 重视起来的话 那肯定就是 特别是在目前的这样一个气氛上 他们累累风神的这样一个推行下去 因为我来讲就是 死亡人数不大可能上午的预期 实际上发展预期的放开之后 会这样暴增的状态发生 那么就目前来看 它是要各个方面都在加上准备 包括给老年人打疫苗 包括这个什么的 增加重症病患者的 包括如果这样的医疗挤兑的 会发生到 它也在增加这方面的一些准备 完全的准备可能没有 没有完全准备好 但是我觉得应该来讲 它是在这个 进行的推进 应该如果 一定要加一个数的百分比 对吧 我估计现在 至少是 百分之五十万 百分之六十是已经准备好了 那个我 就是反驳一下 就是京东燕那个我看了 我觉得那个是 绝对不可能到的 就是香港如果 准备好就是五百人 准备的最好的是新加坡 新加坡的数字 也是千分之0.4 那香港是千分之1.3 那么我们就拿 香港其实已经得了一遍了 该死的就是那些年龄到的人 基本都都已经被冲击了一遍了 他死了九千一百人 平均年龄是84岁 而香港人的自然的年龄呢 是85岁 可以说这些 少活了一年吧 上海呢死了 五百八十多人 五百九十人不到 平均年龄的是 八十二岁 而他们自然年龄是83岁 也是少活了一年 但就在这种香港 已经被少过一遍的情况下 就几天以前 二十八号 香港死了二十人 但这是新的一波的高潮 二十人听起来很少 放在大陆就是四千人一天 因为香港人口是大陆的两百分之一 你乘以两百的话 所以五百人那个数字 那已经到了就是全世界 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最成功的防止新冠的 也不是那个比例 因为五百人的比例 你那就是到了万分之一都不到的比例了 根本就没有达到过 除非就是现在新冠完全不同了 我一个很好的朋友 陶世亮昨天他就不发了一条 他的一个子女在香港昨天就去世了 这又是一个新冠的牺牲者 就是你一个在香港 就相当于大陆就会有两百个 如果大陆一天有两百个死亡 我想已经够落腾的了 恒金怎么看来 跟上面提到五十万跑不掉 但是因为好像看法不太一样 对 我在这个问题上 这个就是我没有研究过 这个统计数字啊 但是我相信呢 这回呢会出现一个 就是死亡位暴增的这么一个过程 这是应该是跑不掉的 因为呢在面对这个 新冠病毒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我们大家都已经有体会了 这个新冠病毒呢 确实还是一个就是高发病率 然后呢治病率很强 对于这个人的这个 这个致死的其实是非常强的 唯一的我们现在能做的呢 是因为我们有很好的疫苗和特效药 然后呢这一点之外呢 就有一个自然免疫了 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啊 我同意刚才吴翔博士的这个观点啊 实际上在过去的将近三年的 这个时间当中啊 其实中国政府呢一直在坚持呢 这个动态清零 他认为动态清零就可以保证 其他的那些可能性不出现 所以呢他失去了时间 那就是什么呢 就是接种疫苗和自然免疫 刚才那个我看圣平说 那个帕佛的那个报告 我也看了94% 实际上呢我觉得这个数呢太高了 因为呢在美国呢确实很多人得了 而且很多人没有去向这个CDC去更新 但是呢你像我们这个家庭 我们家庭里五个人只有我女儿 我们家里的五个人啊 包括我这个将近90岁的父母 所以呢你从这些角度看啊 我的感觉我周围的人也不少得了 但是也有很多人没有 一次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呢我们那天前段天 我们家里人一块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觉得50%到60%的可能性比较大 但是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估计了 这是从生活当中并没有实际的统计数字 但实际上呢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啊 确实目前看 一个就是全民免疫 一个呢就是有有效的疫苗和防患 但是呢在中国这个问题上呢 确实没有解决好 这是跟中央政府的政策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 再比如说这个在疫苗这个问题上啊 我这两天跟我太太在通电话说这个 她是这个生物学家 然后呢她对中国的这个疫情 她现在人就在北京 所以她对中国的这个疫苗啊 和这个有效药物的这个研发非常清楚 因为他们公司就在做这个事 做相关的啊相关的 然后呢她就说 她跟我讲她说这个疫苗啊 实际上中国的这这几款疫苗 实际上在保护力上啊是欠缺的 有效率低 但是呢在减少重症和死亡率上啊 其实相差不多 在减少重症和死亡率上相差不多 这是他们有非常多的统计数字出来的 所以呢他们得出结论呢 实际上在刚开始发病的时候 是会有有很大区别 但是现在中国的疫苗啊 接种率这是CCTV爆出来的 现在是34万多 34亿多计次 34亿多计次 中国现在就算是14亿人口的话 你就可以想象有的人可能打了三针四针 但是这个老年人 老年人呢因为前一段时间 一直有流传着这个这个重症这个这个这个 会一下出来一个很高的一个数字 因为什么自然免疫这一块和这个有效的疫苗保护这一块确实差 那所以解决问题的办法呢 我想啊 现在应该应该说呢 就是几个问题了 一个是疫苗 这个海底引进更好的疫苗 另外呢准备特种药物 第三一个呢就是确实要加强这个医疗机构的这个准备 目前来说如果把救助的力量呢 最后放在放在这个医疗机构 然后把这个真正的病重症的 最后在那个地方能够有效的保护起来的话 然后加上疫苗的这个接种啊 就优质疫苗去接种 这一块呢可能会解决问题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前一段时间的宣传 宣传当中呢一直在讲这个新冠病毒 这个这个其中呢有很多的这个问题 然后包括什么后遗症啊 什么这些东西 现在你又反过来讲说没问题 所以我想呢这个后续会出现很多的民众 就是这个民众呢对政府不信任 这一块呢会明显的降低 这个后续的面对大规模的这个感染的时候 这个政府在能够操作的这个能力 所以我想这可能会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阿西托谢您 最后再一分钟 就是中国现在老年人和那个小孩的接种率只有40% 所以说如果放开的话呢 应该比香港要会更麻烦 香港都超过那个数 你60不是40% 40%我看到的 就老年人的接种率和小孩的 我昨天刚看到一个东西 那么还一个就是 非洲不死 非洲也没有什么接种 基本上就没死什么人 新冠 他也没有什么防御 这个其实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就是个年龄的原因 新冠这个只对60岁以上 其实主要还真是80岁以上 从中国来讲 他有致死率 他有冲击率 而非洲人口 我们知道他 相变年轻 对 他不相变 他是寿命最高的摩洛哥 比中国还高 77岁 最低的是另外一个小国 那个国家大概只有100多万人口 他只有35岁 平均岁是50岁 所以说新冠根本得了他也没事 60岁以下的人基本上都不会死 这是另外一个原因 但中国不行 中国平均岁是76岁 77岁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 转发 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